陸涵向粉丝致歉一租前中国籍 成员陆寒回内地发展后人气高企 吸纳净多粉丝 昨日有内地网民分享有人 逛街时偶遇一名竞赛 认出对方是陆寒急跟上去预拍照 被陆寒的助力却使 准备收起手机时拍的陆寒转身 双手展示交叉手势 千说不好意思 网民大赞陆寒举动暖心 超温柔的 人也太nice了吧 又是偶遇怒寒 我怎么从来没有偶遇过 人好好啊 阮经天被爆热恋国际超模 徐伟宁 祝福他阮经天去年 跟杜鹃和拍《纽约纽约》 在片中饰演情侣 互动极佳 昨日知名娱乐博主 芒果妈妈爆料两人 因戏发生情愫在一起啦 被网友推论两人不仅热烈 可能还有结婚打算 不过阮经天稍早已否认此事 直说是假的 徐伟宁能及此事实则大方回应 表示祝福 根据App News报道 徐伟宁透过经纪人表示 并不知道此新闻 也坦率大 气回应 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 说真的都也经过这么久了 我们怎么还需要回应相关问题啦 就祝福他罗 其他部分则不愿多回应 或建华经纪人突离职 网路风传权因林心如近年事业重心 转往大陆的霍建华 一花钱股 如一转攀下事业高峰 一路陪伴他六年的经纪人 玉红公布可没 不过他日前宣布离职 没想到网上竟有传言指出他会离职 全因为林心如 逼得他本人不得不出面发文被摇 陪霍建华六年的经纪人 玉红能力很强 传闻他曾争取到许多好的工作及代言 就连即将开播的如一转 也是他替霍建华拿下主演的机会 他最近离开华街工作室 在微博感性发文 感恩六年前的相遇之恩 感谢六年中的信任与照顾 再见 亦是朋友 没想到网络疯传他会离开的原因 和林心如有关 又传出华欣夫妇去年结婚时 玉红没出席婚礼 玉红为此则又戳面被摇 他说 我始终认为一个艺人的成功 主要是靠艺人自己的付出 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是辅助而已 我很庆幸能在华街服务六年 华街两位老板与我是良师 一有 之前是 之后也会是 离职只是普通的离职 大家不要胡乱猜测了 霍建华经纪人玉红日前离职 特地发文闭谣 阮经天被爆热恋国际超模 徐伟宁 祝福他阮经天去年 跟杜鹃和拍《纽约纽约》 在片中饰演情侣 互动极佳 昨日知名娱乐博主 芒果妈妈爆料两人 因戏发生情愫在一起了 被网友推论两人不仅热恋 可能还有结婚打算 不过阮经天商早已否认此事 直说是假的 徐伟宁能及此事实则大方回应 表示祝福 根据App News报道 徐伟宁透过经纪人表示 并不知道此新闻 也坦率大 气回应 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 说真的都已经过这么久了 我们怎么还需要回应相关问题了 就祝福他罗 其他部分则不愿多回应 霍建华经纪人突离职 网路风传权 因临心如近年事业重心 转往大陆的霍建华 一花前骨 如一转攀下事业高峰 一路陪伴他六年的经纪人 郁红公布可恶 不过他日前宣布离职 没想到网上竟有传言指出 他会离职 全因为临心如 逼得他本人不得不出面 发文必要 陪霍建华六年的经纪人 郁红能力很强 传闻他曾争取到 许多好的工作及代言 就连即将开播的如一转 也是他替霍建华拿下主演 的机会 他最近离开华街工作时 在微博感性发文 感恩六年前的相遇之恩 感谢六年中的信任与照顾 再见 亦是朋友 没想到网络疯传他会离开的原因 和临心如有关 又传出华欣夫妇去年结婚时 郁红没出席婚礼 郁红为此则又戳面被摇 他说 我始终认为一个艺人的成功 主要是靠艺人自己的付出 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是辅助而已 我很庆幸能在华街服务六年 华街两位老板与我是良师 一有之前是 之后也会是 离职只是普通的离职 大家不要胡乱猜测了 霍建华经纪人 郁红日前离职 特地发文闭谣 阮经天被爆热恋国际超模 徐伟宁 祝福他阮经天去年 跟杜鹃和拍《纽约纽约》 在片中饰演情侣 互动极佳 昨日知名娱乐博主 芒果妈妈爆料两人 因戏发生情愫在一起了 被网友推论两人不尽热烈 可能还有结婚打算 不过阮经天稍早已否认此事 直说是假的 徐伟宁能及此事时 则大方回应 表示祝福 根据App News报道 徐伟宁透过经纪人表示 并不知道此新闻 也坦率大 气回应 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 说真的都已经过这么久了 我们怎么还需要回应相关问题了 就祝福他罗 其他部分则不愿多回应